即是那些得了新的身體的證明 是由那個情況去到新天新地 天上大敬拜那些是怎樣的過程? 這個呢,我大約第一句回答你 我覺得很大可能是即時進入新天新地 但是有很多人就覺得是會進入 這個千禧年國度 那我就,我來說呢 我就覺得很大可能是我們即時進入新天新地 那證據是什麼呢? 是很多的經文,講到審判的時候 都是講到復活的,行善的復活得生作我復活定罪 在耶穌馬太福音25章那裡講到審判的時候 就是在主耶穌降臨的時候 在25章那裡有講到的 在主耶穌降臨的時候就會將 就是那些綿羊和山羊分開 然後那些綿羊就進入 那些山羊就進入永營 那些二人要往永生雷去 那所以,即是 根據其他經文 也都很久講到 我們就要 得著的永的身體 就要永遠與主同在 永遠與神一起的 但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這個 在啟示錄20章那裡 一千年 那這個一千年呢 和聖經其他地方是 是有不協調的 即是我們不知道怎麼協調 我們不知道怎麼協調 那麼就 有些人就認為是千禧年 但是其實那個經文是沒有說千年 只是說一千年 就有一個蒙恩的聖 蒙愛的聖 那然後呢 就在一千年的尾的時候 撒旦釋放出來 然後就帶著那些人呢 就去攻擊這個蒙愛的聖 那 這個是 很有 色經的問題的 為什麼色經的問題呢 當我們看啟示錄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在啟示錄一早已經說了那些 就是 惡人 抵擋神 爭戰 例如哈密吉多頓的大戰 在啟示錄十九章就說到 那些 有些低料來到 吃光他們的肉 那 就 扔他們去火壺 那些拜壽的人 聖經也都說到 他們要進入這個火壺裡面 那些不信的已經去光了火壺 為什麼還會有人出來敵擋神的呢 就是 怎麼會還有人出來 已經說了 打贏仗 丟掉火壺 怎麼會還有呢 那 這個就是 所以在色經上 就是有一個問題存在的 有些人就覺得是怎樣呢 就覺得 這個一千年並不是一個 照字面的一千年 是形容新約時代 我們基督徒呢 好像坐在天上作王的意思 就是我們和他一起 作王的權兵的意思 所以 那 在我來說 我是 不是100%肯定 因為呢 為什麼呢 他那裡說到那個 就是那些受迫伯的人 復活 又活一千年 那些受迫伯 沒有拜壽仗的人 他們復活一千年 所以這個呢 在色經上是真的有困難的 就是怎樣 在神裡面是沒有困難的 不過我們地上 我們分別了 所以我不會 絕對性地說 一定是沒有千年 我不能夠這樣說 因為我來說是誠實 面對任何經文 我只是說呢 根據其他經文 應該是耶穌一回來 就審判 就把那些人分開 跟著就是新天新地的 那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不過我又不完全否定 是 就是 這個千禧年 不存在 我不會否定他一定沒有 那我只是說 其實都不是很重要的 到時 耶穌回來 有千禧年 就千禧年 沒有千禧年 就沒有千禧年 我也一樣這麼開心 但是有些人很堅持 一定要呢 以色列國 立在列國之上 就是他將舊約那些經文 所有講到 以色列國在列國之上 就全部就解釋為千禧年 那這個 這些經文的意思到底是什麼呢 有可能的意思是指到 新約的天國 其實在 舊約的時候 講到關於神的國度 很多時候是用漁民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這個字 漁民 英文是remnant 就是神是說到 是一些漁民得救 即是說一部分人得救 那也都是 在新約的時候 寶萊又講到 那些 屬基督的人 就是阿伯拉罕的後裔 我們就是阿伯拉的後裔 所以在舊約講到 關於 以色列 立在列國之上 是可以講到 天國 即是基督的天國 是立在列國之上 可以是這樣解釋 但是同時我也都相信 神是要祝福以色列的 即是這件事是一起共存的 因為有些人 他就否定了 他就說 以色列和其他國家一樣 他們都不會有特別的待遇 我就覺得是會有的 即是他會真的 將來有一天 會有很多以色列人信耶穌 可能在大災難的時候 那 而我覺得 講到 即是 以色列是 在萬國之上的 這個是講到 就是 神的天國 基督徒的角度 是 所謂一切的 世上的角度之上 即是講到那個榮耀 我們有個榮耀的身份 光榮的身份 所以 我就會覺得 是耶穌回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和祂一起 就進入 審判之後 就會進入 新天新地 這個是 我的看法 但是我 絕對 肯定 我又覺得 不是很重要 但是有些 那些 千禧年那些人 就很堅持這件事 我後來才發現 他們說 主導文 願你的國降臨 他的意思是 每次他們都在祈求千禧年國 然後 我就回答他 我說 你看耶穌 神的國 是怎樣說的呢 馬太十三章 是講到天國的比喻 又講到殺種的比喻 又講到 墨子與弊子的比喻 都是講到 人 就是有沒有信靠耶穌 是不是真心 或者是 在淺土 或者被世上的 之類錢財的迷惑 擠住了 還有呢 是有 魔鬼所種的弊子 和神所種的墨子 那是 都是講到 人有沒有信耶穌的 然後 馬太十三章 也都有講到一些比喻 就是人買了珠子 買了個貴重的珠子 就是他就 賣光它一起去賣這個珠子 還有呢 有講到那些海 就是有人去捕蜀 將海裡面的各樣的生物捕蜀 然後呢 就選擇了 那些好的就要 不好的就丟 這個都是包括每個人的審判的 就是那個天國的比喻 是有講到 人有沒有真信耶穌 和將來的審判 將它分開的 而在馬太二十五章 耶穌翻譯的時候呢 三個比喻 都是講到審判的 都是十童女 五千、二千、一千兩銀子 和綿羊山羊的比喻 都是講到審判 所以天國也都是包括了 榮耀的角度 就是將來分開的人 是進入榮耀的角度 要說是進入地獄的 所以這要讓我們看得到 就是天國並不是 好像有些人一講 就是千禧寧 我說 你看耶穌講 從來沒有一句經文說 將來呢 你們呢 就會 就是在地上 有一個千禧寧的角度 就會你們很強盛的 就是耶穌是沒有講這些的 他講到什麼呢 人子要駕榮降臨 在榮耀中降臨 然後我們跟他一起 所以這個是 是講到一個熟天的角度 但有很多人就要講到 是一個地上的角度 那麼新天新地 都是有天有地的 就是說 我們同時是 好像在天堂那樣 但是同時又有生物 因為在羅馬斯第八章 我講到 受造之物都探飾勞苦 以及等候將來 分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這句話呢 就讓我們知道 將來是有動物的 他們分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就不是講到他們消失 是他們會和我們一起 分享將來的自由的榮耀 但是 是否所有的生物呢 我們不知道 例如 是否所有的蚊 這些蚊蚱都會享受神 而自由的榮耀呢 因為只是一部分的生物 那麼我們就 這幾多呢 我們就不知道 因為聖經沒有清楚說 我都不知道 那兩個珍欧 真的 在這裡 遺寒 在這裡 然後 我們看到 會不會 連結 很重 不足 那些 兒ô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